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Jennifer 加拿大国庆日昨天全家各地举行国庆巡游文艺演出 燃放烟花等庆典活动 庆祝加拿大建国152周年 在首都沃泰华国会山前广场 一万多名国民观赏了空中飞行表演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加拿大总督帕耶特等政府高官参加了庆典活动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 今年是加拿大人非常骄傲的一年 我们不仅欢庆多伦多猛龙队首次获得北美篮球联赛NBA总冠军 而且庆祝每一名普通的加拿大人在各自领域的辛勤工作积极取得的成绩 我们不会忘记加拿大是一个和平幸福的国度 我们会继续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家园 让加拿大变得更加美好幸福 庆典活动上还播放了刚刚从太空站返回地球的加拿大太空人David St. Jacks 祝贺国家生日的录像视频 引起现场观众欢呼雀跃 傍晚的烟花燃放表演把国会山映成的分外娇艳美丽 大温哥华各地有多项国庆活动 温室中心加拿大广场全天庆祝人头永永 劣质文士Steven Village也有大型庆祝活动 Stanning Park马车特别换上国庆装饰 游人纷纷穿上红白枫叶国际主题的帽子和衣服 在加东哈利法克斯庆典活动在省议会山前广场举行 美丽炮21项表达对祖国最庄严的祝福 在多伦多人们聚集在多伦多最著名的集会场所 样街灯打世界广场 参加多元文化文艺表演 用歌声和舞蹈庆祝国家生日和表达对多元文化的颂养 来自美国的21岁青年Junior高兴地表示 加拿大有不同种族的人们 有不同的文化和色彩 人们非常友善 我认为这就是加拿大的特色 参加巡游的市民Dennis说 我今年60岁 我热爱我的国家 举行国庆巡游就是为了继承和珍视我们的传统和遗产 在世界面前展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加拿大 加拿大自由党政府总理特鲁多星期六 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他在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非正式交谈中 提出了两名被中国司法机关 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监禁的加拿大公民的问题 特鲁多认为 在目前加拿大和中国关系遇到困难的情况下 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面对面交流沟通是很重要的 加拿大政府对上述两名加拿大公民 在中国被监禁的问题非常重视 所以能向中国领导人当面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加拿大和中国方面未能就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在这次20国集团峰会期间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做出安排 不过特鲁多办公室说 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 特鲁多与习近平之间有建设性的意见交流 特鲁多办公室还证实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这次20国集团峰会期间 在与欧盟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中 在呼吁中国释放及关押的上述两位加拿大公民方面 取得了欧洲盟国领导人的广泛支持 不过特鲁多绕开了记者提出的 加拿大是否准备对中国制裁加拿大的措施进行反制的问题 加拿大联邦议会官方反对党保守党领袖希尔 抨击特鲁多对来自中国的政治经济双重 打压毫无反守能力 认为加拿大必须向中国表明 且打压加拿大的行动会引发加拿大的反制措施 在20国集团峰会前 特鲁多访问华盛顿时 曾经获得美国总统川普的承诺 说他会在与习近平的场边会谈中 提出中国为报复加拿大 拘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而逮捕两位加拿大公民的问题 但川普在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后 回答记者问题时说 他与习近平的会谈并没有涉及孟晚舟的问题 在20国峰会期间 美国总统川普不但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而且双管旗下的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达成了恢复美中贸易谈判的协议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达成了恢复美朝和会谈的协议 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上 川普不但不按常理出牌 用在全世界面前发推特的方式 邀请金正恩在百门店会晤 而且随性地跨过三八线几十米 成为第一个进入朝鲜领土的美国现任总统 还邀请金正恩前往华盛顿白宫做客 在万众瞩目的中美贸易争端问题上 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的 恢复贸易谈判的协议 虽然没有停止贸易战 但却避免了美中贸易战升级 缓解了世界经济界的担心 国际经贸专家的共识是 一年来美国对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 2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先增10% 后来拉升到25%的惩罚性关税 和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反制性征税 已经伤害了双方各自的经济 但如果川普真的像其声称的那样 对另外3251美元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货 也征收惩罚性关税 则整个世界经济都会受到伤害 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斗争已经波及到加拿大 在加拿大因美国司法机关的要求 拘捕了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并启动引渡听证程序后 中国不但以触犯国家安全罪为由 逮捕了两位加拿大公民 而且相继禁止加拿大油菜籽和猪肉 进入中国市场 据CT News报道 在前司法部长王周迪辞职 以及蓝湾林丑闻之后 特鲁多的支持率直线下滑 令自由党的支持者忧心忡忡 但最新调查显示 虽然联邦保守党仍然领先 但自由党的支持率仍大幅上升 极大的缩小了与保守党的差距 民调公司Dart Merrill 今天发布的名为 Voice of Canada Poor的报告显示 保守党支持率比6月初的调查 升高3个百分点 升至37% 自由党的升幅更大 飙升8个百分点至32% 从统计学上来看 目前两党全国支持率的差距已经不大 Dart Merrill的报告分析说 特鲁多支持率的反弹 大部分都来自联邦大选票仓的安省 而许多民意调查机构都认为 主要原因在于 联邦自由党的广告 似乎正在发挥作用 也就是把联邦保守党领袖希尔 与省长福特联系在一起 如果比较6月6日与6月27日的 两次民调结果 可以明显看出 选民中认为加拿大需要改变 需要有人来取代特鲁多的呼声 不再那么强烈 其中变化最大的是 萨省和曼省 这两个省份持这种观点的选民 下降11% 安省其次 下降了6% 而当问到特鲁多领导下的自由党 是否应该重新当选时 安省选民的态度有很大转变 持肯定态度的选民比例 竟然上升了6个百分点 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省区 夏天到了 又到了旅游入学高峰期 加拿大海关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不少华人一不小心就中枪被迫直流机场 甚至被没收罚款遣返 那么过海关到底要注意什么 什么事最容易被忽视呢 首先你要知道 加拿大的海关和边防检查 都是由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管理的 在你入境时 边境有权做第二次检查 二次检查完全是随机的 大部分乘客下飞机后 通过海关的第一轮检查就可离开机场 但一部分乘客需要接受第二轮检查 海关人员会让他们到另一个房间做检查 还可能会要求他们交出手机和电脑 这意味着乘客要在机场停留较长时间 有四类人必须接受第二轮检查 学生签证有问题的人 需要向政府交关税的人 警犬发现有问题的人 档案里有不良记录的人 这时候CBSA可以有权搜查行李 皮夹 电子产品 车辆和其他物品 这是加拿大海关法授予的权限 而且这是不需要特许令的 同时他们有独立的执法权 即使签证官给你发了签证 CBSA却可以拒绝并遣返你 因此清楚什么东西能带 什么东西不能带非常重要 6月27日海关在多伦多国际机场举行记者会 提醒留学生返回加拿大时一定要申报随身携带的所有食品 植物和动物产品 如鱼 海鲜 黄油 奶酪 鸡蛋等 据海关透露以下物品可能会对加拿大的生态环境造成威胁 水果 蔬菜 木柴 种子 家里种的植物 生肉 熟肉 宠物 牛奶 带泥的登山靴 自制物品等 海关乘客运营区总监Jennifer Nixon提醒 留学生往往不知道一些农业产品不能进入加拿大 为了减少麻烦 最好提前上网查询违禁物品清单 记者会上 海关展示了两条嗅觉很灵敏的侦察犬 他们能闻到哪位旅客的行李有香肠 海关一共饲养了64只侦察犬 他们分布在全国多个机场 其中包括9岁的猎犬 海关人员Ed Fueman说 这条9岁猎犬从10个月大时就开始接受培训 至今已为海关工作大约9年时间 它将在11岁时退休 估计能活11年 它热爱他的工作 对他来说文书旅客行李箱的大葱是轻而易举的事 就在前几天又从中国来温哥华的华人 被截获了一批被保鲜纸包裹 用毛毯遮掩偷运入境的猪肉大包 该批猪肉包总重量达6.44公斤 且数量将近30个 并用保鲜纸独立包裹 然后又以塑胶和封存 尽管包装完整谨慎 但还是被一只侦察犬闻到发现 就在两个月前 爱德蒙顿国际机场也截获一批中国零食 因为违反携带猪肉产品入境的规定 该位旅客还面临最高1300加元的罚款 所以千万不要为了一时嘴馋而铤而走险 此外 海关官员的检查不同于普通警察 在边境保护和海关面前 你几乎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他们有权检查任何东西 此时如果你不提供密码 那么他们就有理由怀疑你有违法内容 随后将你扣押 因此建议大家 一 如果你不幸被抽到 那么在搜查时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 或者设备最后被没收 这时最好在入境前就做好重要数据的备份 二 将电子设备设置登录密码 并在过关时都关掉 虽然这并不能阻止CBSC最后能够查到你设备中的信息 但是起码能使一些嫌麻烦的海关人员失去检查的兴趣 三 携带尽量少的电子设备 最好能将数据存储在线上 但是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 过关后下载这些数据可能会产生一些费用 四 为了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手机和电脑里尽量不要存放一些可能摄黄 或者可能涉及儿童隐私色情的信息 微信等社交工具的聊天内容如果有不合适的 也要及时清理 以防不测 不合适的内容例如走私 黑客技术 犯罪证据 留学生的一些打黑工等不良行为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